今天我们谈这个人 旗是果不其然的旗 那个字确实读作利 可是实在这里读作义 而旗呢则读作鸡 利 义 鸡 我不信 我自己翻查词典 嗯 找到了 啊 实物的实有三个读音 除了读作实还读作四 意思是拿东西给人吃 而读作利用于人民 利 义 鸡 汉 朝 人 你再找找鸡这个字 果不其然的旗 还有一个读音 鸡用于人民 利 义 鸡 汉 朝 人 哼 以前我看书的时候 每当看到利 义 鸡的名字 心里都把它默念成历时旗 原来正确读音是利 义 鸡 介绍一下吧这号人物 他呀 爱喝酒 自称是羔羊酒徒 羔羊是一个镇 幸好他爱喝酒 也幸好他想到给自己按这么个称号 要不然他都没机会追随刘邦呢 哦 刘邦说他是因为他爱喝酒 利 义 鸡早年爱好读书 关注各国局势 是个读书人 可是刘邦不喜欢儒生 也就是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人 是有多不喜欢 据说他时常大骂来求见的儒生 还会摘下他们的帽子 在里面撒尿 表示羞辱 那利 义 鸡还要跟随他 他就想加入刘邦的阵营嘛 他来求见的时候 刘邦不想见他 不屑如生嘛 于是利 义 鸡大怒 跟使者说 你再进去跟刘邦说 是羔羊九徒 不是儒者 因为这句话 所以见上面了 两人刚见面时 闹了点不愉快 利 义 鸡认为 刘邦不尊重他 便问他 您是想帮秦国攻打诸侯呢 还是想率领诸侯灭掉秦国 刘邦听了很生气 他当然是要反抗暴虐的秦王 利 义 鸡接着说 如果您下定决心 召集义兵来推翻暴虐无道的秦王朝 那就不应该用这种傲慢不理的态度 来接见长者 刘邦这才赶紧做好并道歉 经过一番谈话 刘邦决定任用利 义 鸡为谋事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.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